究竟人大释法解释了什麽呢? 我也要提醒大家 看上来真的好像什麽都没有解释 现在我讲回国安法第十四条是什麽 里面就讲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会的职责就是 第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 第一,规划有关工作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 第二,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建设 第三,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 就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干涉 这个相信就是包括了梁正善治 这个是包括了他的 因为说清楚就是说不受个人的干涉 你说也受不受谭生的干涉 其实也不受 还有,受不受行政会议植物人的干涉 也不受 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地位 其实本身这条法律已经写了是超然的 其实就是 真的超然 因为超然于任何特区的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就不受司法覆核 这个在国安法的原文那里 其实已经写清楚了 你说 是不是真的解释了法律 有增加法律的含量 含金量 我就告诉大家是没有 是真的没有 好 好了 那么 第47条他写了些什么呢? 就是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在审理案件中 遇到有涉及有关行为 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 或者有关证据材料 是不是涉及国家机密的认定问题 是 那就应该取得行政长官 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书 上述的证明书 就对法院有约束力 那其实 人大释法其实是什么都没有释到的 我不好意思想说一句 根本都没必要解释 原来是写清楚的 原来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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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喏 有些事情 是不是真的要解释呢? 其实真的没必要解释 原来你看到 解释了 和没有解释的差别大不大呢? 喏 当然我也要去拥护人大解释 当然一定要先说清楚 我是非常拥护人大解释的 但是 好像 人大其实没必要真的去解释 因为本身的条文都很清晰 是吗? 就是 本身条文这么清晰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人大解释呢? 就是我打了一个问号 就是 人大释法好像 看回头 什么都没有解释一样 哈哈哈哈 那么 究竟为什么会搞到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给人的感觉当然不好 实实 你说好不好是两体的 不过我也要说 有些人就觉得当然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特区政府好像自己没有做足事 就把这件事放在人大 然后人大就把球 由一脚踢回到特区政府 那 特区政府有些人的看法是面目无光 不过我就觉得不是的 我也要清晰地告诉大家 我就说这个动作 其实就告诉大家 就是 根本 这个 一国两制 特区的高度自治 是确保了的 其实是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两面看的 我也要告诉大家 好了 车车车就说 国安法用白话中文写 懂中文字 就会确定清晰 我也觉得很清晰 所以这些东西都好像不需要解释 好了 那 那 朱永生就说 他就说 看到这次的釋法 我一头无水 但是仔细一想 不过就是把球 提回到特区政府 再一次感叹中国的法律 博大精深 我又不是完全是这样看 但是 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他早就已经写了 但是有些东西 特区政府会觉得不清晰 这个又不是很重要的 因为不清晰 你放上去 他又说 又是这条法律 清清楚了 写得明白 就是 告诉大家 特区政府 他是有权力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特首 和这个 一定要说清楚 就是 第47条里面 写得清楚 就是 行政长官 可以就这些问题 发出证明书 其实行政长官的地位 也是超然的 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说过 那时候 梁正善志 他说特首是超然 那其实真的超然 他没有说错 还有就是 重新多一次 就是你在第14条那里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 其实本身也写得很清楚 我认为 还有 这个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作出的决定 就不受司法复核影响 那就搞定了 也说清楚 其实本身已经清晰了 这次就告诉大家 这个国安法的条文很清晰 里面有一些权力 一早就分配好了 有什么是属于特区政府的权限 一国两制 仍然是 没问题的 大家有个信心 你说 这样做是否会影响 一些人对特区政府的信心 我也认为不会 我也要说回 虽然最初 提上去的时候 什么条文都没有说清楚 就是要人大帮忙 澄清一下 然后回来就说清楚了 现在搞定了 总之搞定了 我认为是搞定了 还有 厘清了一件事 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认为 就是之前 胡说胡说的那些人 他自己 结果就啪啪打链 其实就 那 JoJo Lee就说 好像教温书指重点那样 那其实 有没有必要呢 这个我也要说回 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的看法呢 其实真的 没必要这样做 因为 那个条文是很清楚的 你要看清楚 就是 直接 在国家的网站 是可以下载的 我也提醒大家 他是可以下载 那个work document 的 docx 的file 那里呢 其实 整份东西只有26版 就是 如果你26版 都不清楚的话 那其实就麻烦了 但是 当然了 这个动作 我相信 就不是特区政府 那些26版 都不清楚 一定要澄清 但是有些 就是声大大在说的那些人 那些26版 就不清楚 那其实今次 这样识一识 那些 就是 拍拍打链那些 就是声大大的人 就是叫他收爹 你熟回那26页 才说话 是不是 你看熟那26页 不然就不要乱参与说 是不是 这个我粗钱的看法 哈哈 我粗钱都不得了 那 那 colleung就说 其实说 你看清楚条例 不是什么都要 就是 什么都要 要有证实才可以做的 其实 有些事情 就是 我就这样说 有些事情 是 有人刻意去 炒起一个话题 我认为 就是这一件事 那他们 就是 刻意炒起这个话题 为什么 我不知道 KOL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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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结果就是 人大释法 什么都没有解释 本身已经清晰 那法例原来 是这么清晰的 那 结果 就是告诉大家 特区政府 要在他权限之内 做回他应该做的事情 那就行了 整件事就没事了 就是有些人在说 释法会破坏法治 什么什么 完全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 根本就是 讲一讲 重新一条条文 你说 严格来说 有没有解释 严格来说 也没有解释 他就是叫你去看 这个 14条 和47条 而已 其实根本就没有解释 那 车车车就说 中央已经说了很多次 坚定走一国两制 那些外国者 KOL 就经常想 直接搬内地那套做法 其实香港很难 直接搬内地那套做法 如果你直接搬内地那套做法 香港的特别价值就没有了 香港的特别价值没有了 香港的特别价值没有了 对国内 或者对整个中国来说 都不是好事 其实是 好了 好了 我说到这里 其实就差不多了 因为本来 就不想说这么多释法 其实我还有其他话题要说 但是那些 唯有就留下今晚了 我现在就要说 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先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们就会说 主题 和和主题有关的另外一个话题 休息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你要是 在这边 嗯 喝点 好吧 咦 这边 咦 给 我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